中国的女权运动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距离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已经越来越远 为什么我会这么去讲 因为国内的女权主义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女权 怎么去争取女权 我们会发现在微博平台上在讨论女权时 最频繁出现的词就是 女权 离婚 家暴 骚扰 婚侣 强奸 受害者 总体内容主要表达的就是 女性被监污 妻子被家暴 男子性骚扰 他们善意把舆论热点事件中的性别因素无限放大 在谈论有关男女不公的话题时 将炮火不加分辨的瞄准全体男性 男性成为了女性的对立面 还要争取男性提供彩礼 孩子跟母亲性 为妻子的生育提供经济补偿 认为女性在生理上有劣势 就应该在社会和家庭地位上 天然的占据道德高低 一种只享受权利但不承担义务的女力行为 除了抨击男性 对于已经为家庭付出的家庭性女性 也将其贬低 称之为婚驴 这些是女权吗 这些压根都不是女权 一百多年前 国际女权运动的先驱者 波普娃曾在第二性中提到过一个重要的概念 女性这个性别并不是随着人类的诞生就存在的 在早期的人类文明里 只有人这一个概念 之所以后面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区分 也是因为产生了社会的分工 母系社会时期 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食物来源 女性的地位大大高于男性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男性在获取食物方面产生了明显的优势 于是男性成为了社会的主导阶层 男性为了封锁女性再次获得社会的权利 于是开始给女性带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枷锁 减少女性的权利 当然在母系社会时期 女性也不希望男性来挑战自己的地位 于是在封建社会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 相夫教子 举案其眉 成为了女性中的优秀榜样 断绝了女性获取知识和金钱的能力 从而迫使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 这才使全世界的男性 能够以绝对优势获得社会的主导权利 当你明白了这些道理 女权才能够真正的去开展 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常态策略 就将女性所受的压迫转移到男性身上 例如在谈到国家免费 为之前因计划生育上还的妇女 去还的行为时 提出应该让男性结扎 而不是让女性上还 首先我先讲这个行为确实是受到古代重男轻女的影响 比如男性结扎 可能因为结扎不完全导致女性受益 从而使男性认为妻子对自己不忠 但是因为中国的女权运动 常常没有专业的系统化的理论之称 变成了脱缰的野马 常常将男女性别对立起来 贬低男性拔高女性 不仅被男性抵制 还引起了部分女性的反感 尤其是真正的女权运动者 对于这些女性群体更是厌恶至极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田园女权被抵制后 以至于正当争取女性权利的女性 也被盖上了田园女权的帽子 中华田园女权概念的滥用 使得主张男女平权 倡导两性平等对话的女权主义者 受到了社会大众和舆论的敌视疏远 同时承受污名的女权主义者 在这不利于己的舆论产生的过程中 又逐渐产生了自暴自弃 能动性降低和萎靡于现状 不敢轻易发生的心理 最终 中国的女权将灰飞烟灭 事实上如何真正的去争取女性的权利 正确的做法是 抛开女性的角色 围绕人去争取权利 不争女权 争人权 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女人也要接受教育 每一个公民都有工作的机会 女人也要外出工作 女人和男人在承担工作一样的情况下 争取同工同酬 千万不要去过分追求女人和男人的不同 而是女人和男人都是人 享受一样的义务和权利 现代的中国女权 口头上说的女性应该经济独立 经济自由 但是现实的生活中 却又提倡男性应该承担家庭经济的主要责任 男性养江湖口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样不正是在拥护男权 因为男性去承担家庭经济的主要责任 不就是在弱化女性的经济地位 妥妥的拥护男权的行为 传统的社会留下的男女关系 往往也是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 男女均应不涉险 可以男主外 也可以女主外 也可以一起主外 女性应该对女权有更深入的了解 欧美女权之所以可以获得和男权一样的权利 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量的男性被征用派去前线打仗 而为了保证前线的弹药充足 欧洲不得不纳妇女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劳动 像德国有500万的女人成为了劳动力 女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率有35% 提高到了55% 其他的欧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 一切的权利都跟义无挂钩 中国的女权发展到现在 反而出现了女性工作率降低的逆现代化的现象 曾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现在变成我要杀死中国男性 但是我还想她为我赚钱 中国的女权任重而道远